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中午大约12点3位 3位 我很少接单 一般是5个人的份量 5个人的份量 我可以吃完 你来过我吗 你来过我吗 第一次 我没来过 对啊 佛跳墙浸鸡 老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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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吗 明天的姚大秋 谢谢昨晚的姚大秋 这里是南海 要吃的是菇菌佛跳墙 今年去过一串 云南吃过新鲜的菇菌 但是来到这里 不知道出品会怎样 有东西吃不告诉你 不需要多说 一看就知道这些是旧屋局一见了 很有闻味 之余见到一位熟人 应该是扎张高河内 飞滚霉 对 第二次是花水 青转屋 青转屋 旧屋一看就知道 是旧屋改出来 很舒服 有个软件 我告诉你这屋很好住 这屋很好住 通通爽爽 这屋多久 一百年都有 这就是锅底 是 好 鸡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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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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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些 有什么 有芯 花枪 五十年纸 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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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菌 有松茸菌 鸡若菌 绿茸菌 绿茸菌 这些呢 鸡酱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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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蜗 是佛跳场 它有鸡 佛跳场有很多種用的 它都有很多種用的 海货 你当然跟我评 你 Popular 佛跳墙是一种好好的东西 我觉得佛跳墙最重要是有香味 水滚 然后三火 再盖上锅盖 7-8分钟 木香味 按照这种标准和水平的话 佛跳墙就行了 这种香味才能忍受佛跳墙 好了,时间够了 开锅 木头香味很重 鸡味和海鲜的味道 瘦身一点 有咬头 很久不说那句都说了 鸡有鸡味 这个会有的 除此之外,表面 会吸附一些粉 木香味 木香味 但是内何鸡 有点瘦 吃的时候有点不过瘦 建议人多来 老虎鲎也要做一只大肥串鸡 但起码要比我更肥 好吃 好吃 聞一下它 聞一下它 这个真的好吃 好像在柴火 没有人 这种是什么? 绿熔菌 收到 以我吃了这么多年 菇菌的经验 一吃就知道你是绿熔菌 是否才想问人 硬硬硬硬 咬上去的口感 你说是解 有点像茶薯菇 但它和茶薯菇莫大不同 它是香和甜 一开始没味 入心了 清甜 所以我刚才说过 山珍海味共野一路 好吃 入口海味味 花枪、鱼翅、瑶柱等东西 不是白放的 放入它之后 它有一种海鲜 浓缩、浓缩 再浓缩之后 凝聚的一种咸香 幸好我没有尿酸糕 再来 下面那一层浓厚的 海味的味道 表面那一层 再有一些菇菌的甜味 再加上木瓜 作为面头的味道 我很喜欢这款汤 不是这样的 老实实 好喝过在云南的汤 汤 汤 这个更适合广东西 对 对 对 云南的菇菌 这个是海味和菇菌 搭配的那种 甘甜 五百多元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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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朋友来聊天 招呼一下 这层是挺适合的 但不是我来吃酒 这层可能不算是一个好选择 最后也记得 要带周大食大全世界的人